古往今来,一个女子在如桃花般明艳动人的年纪,既觅得良人真爱,出嫁后又能使家庭和睦,这应该是最美好的归宿。 然而,并不是每一个女孩都如此幸运。在王安逸的小说《逃之夭夭》中,玉小秋就是一个在飞翼和流言中长大的女孩。 坎坷的成长之路,让她学会了责善而行,柔软处事,最终活出了灼灼其滑的灿烂。 玉小秋在《多船的命运》中,展现出极其坚韧的生命力,真正诠释了内心越强大的女人,越柔软。 如果你的人生并不如意,不妨翻开这本《逃之夭夭》汲取力量,以柔软心除挂碍,以欢喜心过生活。 一、用柔软心处事,拥有屏蔽偏见的能力。 上世纪五十年代,在上海的厚弄里,邻里的孩子们常会聚在一起跳皮筋,翻筋斗。 玉小秋总是这群孩子里最显眼的一个。 她热情开朗,会倒立,会教其他小朋友体操动作,衣着鲜艳,快乐无比,总会吸引路人多看她两眼。 然而回到家,玉小秋面临的却是被打压的禁语。 妈妈是一名滑稽戏演员,她是妈妈离婚后一年多生下的私生女,没有人知道她的爸爸是谁。 也许是对自己婚姻失败的愤懑,妈妈暴躁冲动,总是释出无端地打骂她。 和她同母不同父的哥哥姐姐也对她十分冷漠。 哥哥会不动声色地给她一巴掌或是一拳头,姐姐总是冷眼旁观她被教训。 不光彩的出身和缺爱的家境并没有让小秋变得懦弱自卑, 天性中趋向温暖和善的部分,让她慢慢接受了远生家庭。 她知道妈妈急躁易怒是性格使然,即使被打,哭一场就没事了。 为了讨哥哥姐姐的欢心,她心甘情愿地包揽所有的家务活。 小小年纪的她,已经懂得善解人意,不如意就会很快消散。 十多岁后,她的身体开始快速发育,然而,少女独有的风吟身材和娇艳容颜,常常引来恶意诋毁。 人们联系她的身世,将她的早熟视作风流。 母亲看到她越来越妖娆的身材,当众扇她嘴巴,咒骂她,不再让她登上喜欢的舞台。 人们污蔑她,和社会上的小混混有不正当的关系,校方宣传队也不让她参与活动。 从小在恶言恶语里成长,玉小秋早已对闲话产生了一些抵抗力。 被别人轻蔑讥笑,被学校差别对待,她也只是生气一时,转身就又没记性地和伙伴们练体操去看戏了。 人们用刻薄的语言伤害她,她不去坚硬对抗攻击别人,也不会否定自己自暴自弃,而是忽略伤害,用柔软心拥抱生活,专注自己的快乐。 一个人心地柔善,便不会因恶意滋生仇恨,而是屏蔽偏见,乐观对待。 亲情淡薄,就多付出温暖和关爱,遭受排挤,便常专注热爱和独处。 柔能生惠,不被偏见裹挟,在满路泥泞中也能体验生活的乐趣。 二,以柔软心待人,拥有接纳失去的能力。 中学时,学校响应国家政策,安排学生们下乡劳动锻炼。 玉小秋做事直率不扭捏,同学们没她能干,便共同疏远她。 何明伟却是一个例外,她和玉小秋一起负责采买食材,在相处中,发现她并不像留言中说的风流造作,便对她见声好感。 毕业分配时,何明伟希望能和小秋同去安徽,无奈家人不希望她跟名声不好的玉小秋在一起,偷偷帮她申请去了江西。 爱琴的萌芽还没有冒奸,便被偏见无情掐断。 然而,感情一旦产生,便无法自拔。 过年放假时,何明伟特意改到北上来找她。 重逢后的坦诚和默契温暖了玉小秋孤独的心,她便以加倍的热情回报她。 分别之后,两人开始互记邮包,感情也在一记一收间更加笃定。 然而,在他们准备结婚时,却遇到了困难。 何明伟的父母不愿意给他们提供婚房,在频繁接触小秋母亲后,何明伟也对未来岳母整日打牌的颓迷,心生反感。 对她和他们同住失去信心。 爱情让人勇敢,也让人软弱。 随着婚事的搁置,何明伟去小秋家的次数越来越少,现实割裂了他们的关系,也疏远了彼此的心。 当玉小秋第一次撞见何明伟和别的女孩约会时,她震惊之余,慌乱又无助,却自始至终没有去质问爱人的背叛。 眼见两人的感情大势已去,虽做不到立刻转身离去,但她懂得事实后退。 终于,何明伟来找她提出分手,她没有委屈抱怨,也没有哭闹威胁,只是平静地结束了他们的爱情。 爱情最难容忍的便是不忠,既然不再同心,何必偏执将就。 从小到大,玉小秋在挫折中成长,别人会认为她能忍,其实更重要的是,内心的柔软,足以使她接得住任何暴击。 人生难有圆满,爱情亦不是生活的全部,再深厚的感情,也需要坚守初心,不能从一而终,便注定走向末路。 失去不过是成长的契机,及时止损,才可能重塑自我。 以柔软心看待,接纳失去,任性成长,亦是爱自己最好的方式。 三,怀柔软心过好当下,是一个人最好的活法。 与何明伟分手后,玉小秋没有沉浸在悲伤中,而是忙着去照顾即将生产的姐姐。 不料,姐姐生产时意外去世,留下刚出生的婴儿,让人心疼。 姐夫的父母年事已高,精力有限。 姐夫又在外地上学,所以,玉小秋一下班,就到姐夫家帮忙照顾孩子。 婴儿的纯真,激发了她内心柔软的部分。 在照顾孩子的过程中,她更懂得生命的珍贵,也更珍惜眼前的温暖,逐渐消融了过往的伤痛。 姐夫的父母看到小秋的尽心付出,十分感恩,把她当亲女儿相待。 在孩子会爬会跑,一直喊小秋妈妈时,他们便有意撮合小秋和儿子在一起。 正如张爱玲所说,感情是渐渐地生出来的,但后来总有感情的,不能先存这个成见。 姐夫是孝子,也许还因为小秋是她爱妻的妹妹,她想延续对王妻的爱,所以答应了婚事。 虽然对姐夫的感觉很模糊,还没有所谓的爱情,但这个男人孝顺又上进,让小秋不由地心生好感。 既然命运交给她新的人生命题,与其躊躇不绝,不如坦然面对。 婚后,生活的充实和温情让两人日渐熟悉,不再心有芥蒂。 一家三口出门,姐夫担心小秋抱孩子会摔着,会接过孩子抱着,另一只手抓紧她的手。 姐夫的体贴也逐渐打动了小秋的心,在姐夫去外地上学时,她竟有些不舍。 两度聚散后,姐夫工作落实,生活回归正轨,一家人才得以安稳团圆。 两年后,小秋怀孕了,丈夫紧张又恐惧,她不舍得小秋冒险,泪流满面地求她不要生。 报警她说,我只要有你。 幸得命运垂帘,小秋顺利生下了一个女儿。 敞开心扉后的两个人,完全接纳了彼此,生活给了她最好的奖赏。 从小到大被家人粗暴对待,被别人流言污蔑,被爱人背叛抛弃。 但是,小秋选择温柔地对待这个世界,最终也等到了人生最幸福的答案。 面临选择,如果犹豫徘徊,错过良机,人生只会一成不变。 而正是内心,温柔对待当下,珍惜眼前人,终会迎来全新的人生。 不执着过去,不仰望未来,过好当下,才不负此时此刻的柔情。 世间纷扰,以柔软心拥抱当下,命运自会给你最好的安排。 书中曾这样描写玉小秋,她就像那种石缝里的草,挤挤挨挨,没什么养分,却能钻出头,长出镜。 某一时刻,还能开出些紫或黄的小花。 玉小秋是柔软的,所以她能以柔软之心对待生命中的一切,坦然面对生活中的失去与馈赠。 心合者仁,仁者包容万物,心会者安,安者笑对人生。 真正改变一个人命运的,不是强硬对抗,也不是沉緬痛苦,而是柔软处世,与自己和解。 愿你我都修得一颗柔软心,穿越困境,活出灿烂明媚的人生。 是柔慎为简单的虽形。 说明,不完坦然 withdrawn。 我们这终于是柔软心,撤越小火。